2022年月中港 正在即將日本北拜六一月二十七日開店 登記從一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七三共三十七天 搖車海來外月十家推出五大電池 66天作品 以及和兩科學的夜光所登籠 是今年除了2022年台灣頂會在台南 不可撤過台南必勝的頂節 台南市場有一個標示 歡迎來到2024年月經港登節閃亮登場 其實台南的登節已經是全國馳名了 那月經港登節已經蔚然成風 因為它已經非常建立起自由的品牌 可是今年台南又舉辦了台灣登會 還有過去在城區已經也已經 據盛名的普紀店的登會 那這個還有我們在山區的隆崎燈光節 那所以說在西北的地區我們 月經港登節應該也今年也會有許多推陳初心 好除了延續舊的傳統之外也會有許多新的亮點 那月經港登節配合著月之美術館 然後跟鹽水風泡動靜皆宜在水邊在市區 那在這個隆崎燈節的山隆崎光節的山區 因此呢我想今年的台南過年期間 二三月間真的是美不生收 那這個許多漂亮的美景以及燈會 都歡迎大家來一起來參與 那所以說看這麼漂亮的這個提燈 我們月之美術館的提燈 也是歡迎大家來參觀 在月之月經港登節以及月之美術館 我們要給這個試驗標示 一年一度的月經港登節 即將從一月二十七揭開序幕 一直到三月三號 那今年安月經港登節是以夢想將近 鹽水新世界為題 然後一共有五大展區六十六件的作品 那我們的點燈會在一月二十七晚上開始 那除了我們邀請歌手魏佳寅跟孫勝熙 來表演之外 其實我們也現場會這個發展限量的 這個月光壽的這個燈籠 那月經港登節其實在過去的十幾年來 它獲得很多的肯定 那是台灣第一個水域型的登節 也是一個小陣型的登節 具備了這個環境跟自然跟人文的 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那月經港登節在過去 其實得到很多人的很多獎項的肯定 包括德國紅點設計獎 乃至於是我們去年得到了這個 加東部觀光署的這個觀光亮點獎 那今年的月經港登節一樣精彩 那歡迎在一月二十七之後 呃 大家來月經港登節欣賞這一些精彩的作品 感謝大家 今年的登節除了我們這個在地的呃 呃 呃 於 藝術工作室 齁 那他們所帶來的這個內聚之光之外 我們有一件很精彩的作品 是黑川互動的沙河再造的計畫 然後這一次我們其實也有一件是來自於日本的作品 哦 然後他帶著一個日本的文化當中很特別的景點 這樣的意象來到台灣來到我們月經港的水域 那其實我們的月經港燈姐也有這個針見的燈區 那都是許多年輕的藝術家學生們 在表現自己創意的舞台 那所以其實不管就專業的或來自於國外藝術家 那或者是我們這個針見藝術家的年輕有潛力的學生們 其實這六十六間的作品 那其實就是能夠帶給我們很不一樣的視覺的饗宴 謝謝大家謝謝 文雅雅表示 今年中節定期對一月二十七到三月七三共三十七天 別別含量推出奇幻 造成可愛的夜光塑燈籠 歡迎民眾在夜間拿到夜光塑燈籠萬部在月經港的港灣邊商店 今年雅雅雅國島新娘博物區 專家便利商店合作 在新娘曝光節 夜燈港燈籠 期間推出 菜燈米送寒涼的 夜光塑燈籠萬部 更加一位夜光塑提燈發紅 販售是相關活動主信 請關注夜燈港燈籠 FB粉絲團 以上是多巴蒙新闻满佛